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种植养赌菌两年却接连受挫 是什么状况让求助农户这么苦恼 一百块钱我已经收不到手里了 一支详情 敬请收看 莫准习性 巧增收 帮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近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近些年 我国设施农业发展迅速 它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季节性 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 丰富了人们的餐桌 也给很多农户提供了一条致富之路 但有些人刚开始接触设施农业 因为对农作物的生长即兴 不是特别了解 往往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山东省林仪市 是兰陵县东关庄村的赵伟 今年第一次种植 月冬茶辣椒 就遇到了很多麻烦事 求助农户赵伟 43岁 山东省林仪市兰陵县人 求助问题 辣椒植株伟年死亡 接到求助电话之后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 来到赵伟的大棚 了解情况 我这进棚一看看 您这辣椒长得也挺好的 也挺高 你看这辣椒结的果也不错 小时候我们看出来 越是到后期结果的了 它越有死亡现象 有多少啊 就结合到四几块 都没看出来 那边个死的过严重 那您带我去严重的那里看看好吗 好的 我带你去过去来看看 赵伟种植的这种辣椒 叫龙椒 属茄科 辣椒薯 原产于甘素 上部呈螺纹状 下面呈螺旋状 外形非常特别 你看就这片 你嫂子陪在这边干活 这片死的相当严重 嫂子您好 你好 把这个看起来的辣椒 死的太多了 哪里出现死亡了 你看这边 这片几乎都死了了 这状态都是这样的情况 它带病的时候 多久从检介行 先发黑 这种的就不会再生长了吗 它就死掉了 它就像个人一样 它就不供血了 它就容易不供养分了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最近有六十天左右吧 二十天左右 前期不带过的时候还没发现 就是到后期了 那个开花结果了 早这么够了你看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 是从开花结果的时候才出现的 是的 刚开始的时候 在辣椒植株的经节分叉处出现黑斑 慢慢整颗植株开始尾年枯萎 赵伟只好将这些尾年的植株拔除 可让它意想不到的是 仅仅十几天的时间 就已经死了三百多颗 并且还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现在辣椒行情很好 现在留活了多千年 你最后可是要卖钱了 它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它不生病的 比如说就像这样一颗健康的植株 它正常情况下 可以有多少产量啊 一颗 我几个年吧 我是头一年中 但是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说吧 它这块辣椒的 就根据这个价格 去年能卖到七十块钱一颗 七十块钱一颗 我这个地 两千八百克算 你管我能卖十几万块钱是的 发病的辣椒 大都集中在大棚中间的地块上 赵伟担心 如果这样继续蔓延下去 刚刚进入圣果期的辣椒 会越死越多 原来是因为这个石度大 隐喻甜度啊 它就串联的快 它要不防御的植 这要不控制 就就就面临着绝缠了 这个朋友 你把他吸引苦苦的 忙活的能长时间的对吧 赵伟也曾经咨询过别人 但几乎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节目拍摄的时候 正值春分时节 万物复苏 大棚外的杏花油菜花相继开放 但赵伟两口子却无心赏花 随后在赵伟的带领下 帮小妹就来到她的家里 这是什么得的一等奖啊 这是我种大蒜 这还有一个三等奖 三等奖一千元 在咱县里面 大哥这种蒜是小有名气啊 还挺好 既然他大蒜种得这么好 为什么还要种辣椒呢 赵伟的东暖式大棚 前些年一直在种黄瓜 并且种得还不错 可在去年他突然改种了辣椒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咱县里面都是 清旧的那种思想 都是光是黄瓜 黄瓜 你都不能创新一下嘛 你不更累 种点艰难的 有多数数钱的 不断地改上种了这种辣椒 您是觉得种黄瓜累 不但累的同时还不多赚钱 你都反正种的黄瓜好好的 为什么你就改上 但是我就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你也都不去尝试这种 谁知道这种辣椒的 小有好恼 东北都有个带头的吧 我就不懂这种思想 我就尝试一下 大哥想当这个带头人 我就是这种性格吧 赵伟种了十几年黄瓜 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他觉得种植蔬菜的原理 都是相通的 所以就延续了黄瓜的种植管理模式 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辣椒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赵伟有三个孩子 一个上初中 两个上高中 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今年辣椒没有收入 生活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迫切地需要找个明白人 帮他诊断一下 他的辣椒 究竟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帮扶现场 求助农户突然情绪激动 究竟为什么 辣椒得了异病 究竟该如何处理 不要走开 精彩 稍后继续 针对赵伟遇到的这些问题 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 就近找到了一位 种植辣椒的高手 张清华 四十岁 山东省林仪市兰陵县人 种植辣椒七年 年销售额一百多万元 接到栏目组邀请 张清华和帮小妹 就一起来到赵伟的大棚 咱们把咱的问题 就给张老师说一说 这百个吧 地病了 肥有限级垮 就是当儿那家的肥多 具体的 什么病也就弄不好了 看饭臭了这段时间 我来看看 这片就死得多 嗯 你再上里边看看 那这个地方有拔的了 这地方上面大 都一连八号一块了 这都四五块了 看看这边个 对对对 这边都死了 都拔掉了 这个地方拔的多 嗯 当时它这个块还是个什么情况 前面都有 对我记得当时有一些还没拔的 大哥给我看了 对对对 这来这来你看看这来 就是长的是明显的 对对对 都不是明显的 你要看看这个呢 上边长是 多正常 嗯 看这拿脚也挺好啊 就是太阳一出来都烟油了 对 这个一出它有它上面就回了 它不供养分了是吧 对对对 我经常全看脚空了 里边发黑 烂掉了 最近浇水了吗 浇了 最近一个月之内浇几次 这个都浇三四回落 浇多长时间 浇了有六十分钟吧 大概 在日常管理的过程中 赵伟基本延续了 黄瓜的管理方式 小水禽椒 莫非这就是造成辣椒植株 大量死亡的原因 都在这边穿着 很快的 这片最严重 这片多 因为前面都有 都拔了不少了 拔摸了这个地方 几乎都拔了了 是吧 嗯 整个碰这个地方是最严重的 对 前两个地方没有 有 那边烧 黑烧 那边烧 就这个拔的 就这哈就多 这个这个底水朵是吧 应该是 正常发的 它那个电也清 它一压 这样还下瓦 这个水的泡沫就拔掉下来了 就流下来了 对 你有那个定位计吗 是湿度计吗 有有有 让它试一下 有 真看你跌飞掉下来 拔大瓦的 给下雨要天天 就这一片是吧 这个地方烤前面 是的 咱要测一下地温 对 湿度 这个数据就出来了 68% 湿度偏大 张清华介绍说 在这个生长阶段 辣椒最适宜的土壤湿度 为50%到60% 如果土壤湿度过高 大棚内的空气相对湿度 就会增高 就为各种细菌 真菌等侵染性病害 提供了温床 辣椒植株就容易得病 走 我们再去看一下温度 好 温度在哪里 温度在这边 在前面 我帮您搭一下 这温度表 温度表有何多个 那是无度 就是你发现 这个丝库的那段时间 备天的温度是多少 它那段时间天不多好 那个天 晴天好天的时候 就控制在 28-30之间 天不好 温度低的时候 就多不会超过 30度左右 液渐温度是多少 液渐温度14度左右 14度 温度互高互低 今天晴天了 温度比较高一点 对 如果明天阴天了 那温度就比较低 就是忽高忽低的这种现象 不利于它的生长 它的植株的抗击性会降低 就是适应不了 是吧 这个壳 对 辣椒白天最适宜的生长温度 为26-30摄氏度 液温为14-18摄氏度 尽量避免温度忽高忽低 张老师 你看咋的辣椒应该是什么病 根据我们今天一个上午分析的 发病的这个 你的这个碰内的环境 和发病的愿意 以及它发病的症状 我们明确地判断它 就是义病 义病 对 义病 辣椒义病是由辣椒义霉菌侵染所致 潮湿的环境最有利于 包子囊形成 萌发和侵入 温度10-37摄氏度都可发病 当大棚内空气湿度 达到80%以上时 卵包子开始萌发 产生游动包子 侵入辣椒的根部 经济部和叶部 如果不及时防治 辣椒义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随灌溉水和农室操作等传播 常常导致植株成片死亡 张老师 你发生第一笔上的辣椒子 是怎么留着还是怎么办 不能留 这个必须地把它拔掉 你的意思是把它拔掉 清除下 对对对 这都拔掉好可惜 上面辣椒的画也见得下 那不然它还会再继续传播 你会该怎么拔 你有带子吗 带子有 拿个带子来 拿两个带子来 好的 我去拿 来 我帮忙 这里面的这个土 不能叫带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直接装在里面去 对 要是你反正这个土要撒拉 对 撒拉容易开圈吧 对 这块回来 这块得拔 这块不能拔 你看这我拿药子 多么大 那么小 等着现在拔 等着现在我这里拿药子 我得拔 这块 这块已经非常严重了 你看这里 这个节节上一个地方 两个地方 三个地方 这个四个地方 这几个质子上 都已经出现了病板 包括它的这个 进击部 和节节处 都发生了病板 等着看 我自己拿药子 我爸 当初不是那样的 爸 上面有拿药 我想要它 在长上的拿药 毕竟还没死钢眼药 所以那几个拿药子 在长 趁它 就是自己的脉跌 希望能挽回一点 它这个拿药 你也长不好了 你看这里 这几个 一二三 这三个油锅 按照咱们防研所 已经变成了十大了 这还一个 你看 就是它这一 在浆果 就是浆果 你看 你看从这一质子上来 养分 养分过不上 它借的大多数锅 已经变成浆果 那这长大了 那个它也长不成了 它这一质子 长成浆果了 就说明 这个质子 你看 从这个地方 水部也发生问题了 发了口水了 整整的嘛 你看 每一个质子的节节处 都有问题 就是它的养分 输送不上来了 你就是留着 它只能加速 它病菌的窜播 不但它不给你 这个辣椒长不成 并且它的病菌的窜播速度 会非常快 留着一颗 说明过两天 等了一下 我等了一下 我吧 不行 该需要拔就拔 如果 那么办法 为了咱后期的 这个辣椒子 把这个病菌 硬抑制住 天啊 好了 我爸等了一下 我解决辣椒子 因为现在的温度 更适宜 这个病菌的窜播 因为咱们明天 都要放大风 过两天 还有水汗 温度变低 这种病害的发生 会更严重 所以如果你这一颗不拔 你这周围的这一片 都有可能全部的危险 我拔的时候吧 都是这颗 一样有点很厉害 没办法的情况下拔的 而他拔的时候吧 都是女儿 上百个菇啊 行啊 椰啊 化啊 都很正常 他拔掉了 确实有点心疼 但是又是 这些一向 你转家 也是为了咱好 为了后期的产量 恐怕这个继续传染 那我也就 不得那个了 虽然有些心疼 但为了挽救 剩下的辣椒 赵伟还是决定 将患病的植株 都拔掉 今天第一步的工作 先做到这里 你们两位呢 再找找 意思就是 有病长的病毒 就像这种方法 拔它 拔它也能碰碗下 拔干净 哦 请不吝点赞 因为大棚前沿 温度变化大 加上防寒膜 可以有效地防止 附近辣椒 受到低温侵害 安装好防寒膜以后 第三步 就要准备采取 职保措施 一个呢 是这个 鳄霜猛心 它是治疗 辣椒异病的 另一个呢 是这个 春莲王童 得了异病以后 它的植株抗性 降低 在同样的环境里面 容易引发 因高湿造成的 其他类的病害 所以呢 我们要进行预防 你意思说 这个是预防的 这是切治疗的 对对对 明白明白 这两种药 都是国家允许 使用的 因为现在的安全期 是七天 在七天之内 不要采收辣椒 七天以后 就经过自然分解了 辣椒就安全了 就可以采收了 同时呢 我们配上这个 叶面肥 叶面肥的作用呢 是补充叶面营养 增加植株的抗性 对辣椒的生长 起到了辅助的作用 随后他们三个人 戴上口罩和手套 在张清华的指导下 按照说明书 调配农药 然后又加入叶面肥 装到喷雾器中 赵伟穿好隔离衣 准备喷湿 采取这些措施之后 基本可以控制 异病的传播 最后张清华 邀请他有空 去自己的大棚参观 并且还给他准备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 按照约定 方小妹带着赵伟夫妇 来到张清华的种植基地 正好这一片 是我母这的 大哥看我的辣椒子 哎呀 你借那些的 你的辣椒挺好 哎呀 那可不得了了 你又借了 你看一块 能挂多少个锅 我曾经说过 一般都是三十几个锅以上 多的能挂过四十几点 能挂 按照以后还能减得下 从现在开始没问题 你这回都被几幅交给啊 好说 就按照辣椒子也得减得下 张文明我辣椒减得下 我买钱我请你喝酒 管管管 等下差到你那去看的时候 也得达到这个水平 你看我的辣椒 还有一个特点 大锅 中锅和右锅 这个粉刺目端大 张庆华种植的辣椒 不仅数量多 个头还特别大 都这么大 你看看 辣椒子最外了 你看这边 都弄大 你看你这辣椒 等一见了 你说 是的你 太多的辣椒子都最外了 你看看 金火 金喜欢人 你看这辣椒子唱 今后 哎呀 这几个辣椒子 每一块多钱 这辣椒子都还得三辣 我现在会好呢 嗯嗯 这好 都弄大 你看 张庆华种的辣椒 让赵伟夫妇羡慕不已 同时也坚定了 将辣椒种好的信心 那张庆华许诺给他们的礼物 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总结的 我们月东茶辣椒的 种植的一个种植要点 从土壤处理 一直到辣椒收获 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要点 明年你按照我的 这个方案操作的话 我保证你的产量和收益 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回去以后 你就仔细看看 好的 好 就好好看看 严调严调 好了 把这个收起来 然后今天呢 就别走了 到了晚饭的底了 我杀个鸡 咱们一起 今天晚上吃鸡 瞧瞧张老师的手艺 好好 张庆华就地取材 鸡是自家养的 辣椒是自家种的 葱和香菜 在大棚边上的空地上就有 四个人一通忙活 土鸡就炖上了 在等待的间隙 张庆华给他们讲起了 自己种植笼椒的经历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接触了这个辣椒 是我大学时的教授 给我提起这个事情 产量比较高 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引进 2013年投资了 一百多万 建立了我的农场 我的这个农场里开始种 种了以后 这个到了该收获的季节 也就是到了这个时候 辣椒它长得很矮 也不开花 也不结果 颗粒无收 从第一年开始 就不断地在亏损 每年大概30万左右的亏损 连续亏了几年 生活很艰难 最艰难能到什么程度呀 最艰难的时候 人都有一本来看看的时候 像大哥嫂子 种大棚种了那么多年 肯定是有很多 我没验那样 心里的事不容易 自己心里没验 我儿子读幼儿院 两百块钱的学分 我家不起 确实不容易 要看起来 我那个辣椒子 你还加薛那是 你那个要比起 长老的党事 创业的时候 那个辣椒种子 就不是事了 张清华第一次见到笼椒 是在华南农业大学的 实验田里 辣椒长势非常好 产量也非常高 但他引中到老家之后 第一年颗粒无收 这让他倍感意外 随后张清华就多次 跑到华南农业大学 找到雷建军教授 虚心向他请教 但是我又回到教授那里去 在看着这个辣椒的时候 反应又增强了我的信息 因为在他的那里 辣椒长得很好 产量也很高 我们就开始分析原因 我们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个是土壤 第二个是气候 第三是管理 张清华回到兰陵以后 不断改进自己的设施 和日常管理 努力营造一个 适合辣椒生长的环境 就这样 一边学习 一边试验 张清华用了三年时间 终于摸清了 笼椒的脾气 在教授的指导下 我在不断地探索 看书 学习 17年以后 辣椒适中成功 开始推广 慢慢地 我走出来了 跨过了那道坎 确实你将开始创业的时候 多不容易 但是就像他这种经历的话 能挺过来的人不多 如今张清华的辣椒种植合作社 已经有两千多亩 他也成了大盲人 经常到田间地头 为农户讲解辣椒种植的相关知识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乡土专家 参观完张清华的辣椒大棚 赵伟夫妇回到家中 按照张清华提供的方案 加强日常管理 2020年7月 赵伟给邦小妹 发来一段 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邦小妹你好 我这个辣椒 叫你爸妈做这个 从传媒行业转战食用菌产业 给养朵菌提供一个小微环境 不要走开 稍后精彩继续 帮赵伟解决了 笼交的问题之后 邦小妹来到山东省济宁市 仁城区的鱼屯镇 有一个叫田养民的小伙子 在大棚里种植了养赌菌 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求助农户 田养民29岁 求助问题 杨朵菌初孤不云 死孤 接到求助信息后 我们的邦小妹 赶往现场了解情况 我们这个棚看一下 这个棚里面正在采收 在采收是吗 对 这怎么还设计 这么高的门槛啊 对 主要是防止小动物的乱入 防小动物的 对 养赌菌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是的 注意一下脚下 大叔在采了 对 大叔我能看一下 你采了多少了吗 我看一下 我可以拿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它成熟的养赌菌 是长这个样子 是的 它外表确实很像养赌 进入大棚 防小妹终于看到了 养赌菌的真面目 养赌菌属于养赌菌科 养赌菌属 因为菌盖凹凸不平 形似养赌 所以得名 比如说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可以采收了 你看这一个 还正在生长过程中 这一个成菇的幼菇 它的采收时间 相差了十天左右 也就是说 这个个头和这个个头 是相差了十天 对 如果正常来说 那就像这一片来说 不是共同生长的 如果采收差异的话 也就是两天到三天 我还有部分的 真的原基刚刚形成 原基刚刚形成 对 田养民所说的原基 是养赌菌 从播种到成熟之间的 一个阶段 养赌菌种植前 需要将土壤翻耕之后 做成宽一米左右的 种植床 然后将菌种 剥洒在种植床上 附上一层 三到四厘米的细土 菌种在土壤中 会慢慢形成菌丝 通过菌丝 来吸收土壤里的养分 在吸收到足够的营养之后 菌丝相连的地方 就会扭结成 针尖大小的白色原基 也就是养赌菌的雏形 从这些原基 到养赌菌成熟 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 分别是 真尖期 桑胜期 幼姑期 和成姑期 原基长成幼姑 需要五到七天 而从幼姑长到成姑 需要二十到三十天 在田养明的大棚里 有一部分 已经到了成姑期 而更多的还处在幼姑期 甚至还有一些地方 刚刚长出原基 生长时间相差了二十多天 正常情况下 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异 是吗 对 那您这么一说的话 我这么打眼看下去 咱这个棚里面 基本上都是您说的这个情况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 增加了这个土地的使用时间 二 增加了人工冲稿 除了初孤不云之外 还有一个状况 让田养明非常着急 你看一下 看这一个菌 它的菌饼已经发黄了 看这个菌 它的菌饼是洁白的 洁白的正方的 发黄它又已经萎缩了 这一片我数着 现在看的就有六七个呀 所以说这一块 就相当于一百块钱了 一百块钱我已经 收不到手里了 已经 那确实挺让人心疼的 像现在咱看到的这一片 就挺严重的 那咱这个棚目前 像菌饼发黄 占比有多少啊 挺多的 在一个床里 能有找到好几片这样的 根据田养明粗略的估算 这一个棚里枯萎的羊肚菌 至少会造成数千元的损失 这让他非常揪心 杨明哥您种植 杨肚菌有两年了 两年多了 是吧 那您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之前是做计算机 做网络的 那怎么会和农业牵扯到一起呢 因为这个农业啊 第一 它是造药产业 我也种它非常好 第二呢 我也是个人比较喜欢农业 一个是为农民征收 一个是自己的支付 都可以从农银行做文章 那您刚开始种了之后 有没有对它的未来 有一个期待或者是目标 其实从种植的一开始 我就定下了一个三年的计划 想着是三年 牧产达到了400年以上 这就算我的一个小目标 因为养肚菌嘛 人工种植的时间非常短 我从网上查了一下 它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第一年的失败 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想着总年总年经验 今年会好一些 没想到今年也出现这么多问题 如果今年我还找不到 问题出现的原因 那我下年遇到 我还是没办法解决 那我三年计划肯定会落空 针对田养民的需求 方小妹在山东省济宁市 金香县华宇镇的五海村 为她找到了一位乡土专家 野生的养肚菌主要是 依靠孢子进行传播后代 那人工栽培呢 主要是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运用孢子分离 另一种呢 就是运用组织分离 选育我们可以人工栽培的品种 乡土专家周晴庆 三十岁 种植养肚菌四年 亩产仙菇可达八百斤 周晴庆在大学期间 学的是制片管理专业 毕业后在北京从事了 两年传媒工作 2014年返乡 协助父亲发展家里的 食用菌产业 因为父亲种了几十年 食用菌 经验丰富 由他的言传身教 加上自己不断地学习 几年时间 周晴庆就成了附近地区 小有名气的食用菌专家 并且在山东河南等地 建立了多个种植基地 种植了养肚菌 猴头菇 黄色金针菇等多种食用菌 了解了我们的求助目的之后 周晴晴跟着帮小妹 赶往田养民的种植基地 这个棚之前是种什么呢 种植田瓜的 我说这个棚怎么这么矮 对 我改造了一下 改造了一下种植养肚菌 它养肚菌有关系吗 当然它这个高度比较矮的话 如果说天气比较热 这个热空气下沉 表面的温度就会急剧地升高 现在多少度了 15度 15度 15度这个温度倒是正合适 养肚菌最佳的生长温度的话 是在4度到20度 大鹏温度还算合适 那田养民这里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周晴晴决定先观察观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你看光照比较强 所以它的出菇率比较高 但是死亡率也比较高 你看那边的菇就比较大 这块的就比较小 不会啊 虽然它小 但是长势还不错 草木灰撒得不少 我种之前我撒了两面草木灰 然后又附了一层土 这个草木灰 对养肚菌的生长是有益的 就是很多研究发现 这个养肚菌是在火烧过的地方 容易生长 你这个养肚菌是什么时候种的 上年就是12月份20多号吧 22月底了 那怪不得 它种的时间晚了 北方地区啊 就说山东吧 基本上是最佳的时间 是在11月中旬 晚了一个月呀 你这样说晚了一个月 对 那晚了一个月会有什么影响呀 因为它积温达不到呀 养肚菌在菌丝生长期 每天平均气温的总和 需要积累到一定的数值 才能正常出锅 这个温度的积累 就是乡土专家所说的积温 对养肚菌来说 这个数值需要达到 390到420摄氏度 在山东地区 如果11月中旬播种 生长环境适宜的话 在2月上旬 积温达到了 原积就可以萌发 3月初到3月中旬 可以陆续成熟 你这样讲 但是你看比如这一块 我已经长成了 可以采收了 是 所以说这个就跟你这个 光照不云有很大的关系 你看你这个透光的方式 是一小六一小六的 对 所以透到光的地方呢 它这个积温时间就长 所以温度包括这个营养的 输送的速度就快 营养积累就多 那它长的菇呢就好一些 然后也早一些 为了保温 田养民在大棚上盖了一层棉毡 但是因为棉毡之间空隙很大 导致大棚内光照强弱分明 而平时光照较强的地方 积温远高于阴暗的地方 因此就造成了杨赌菌 初孤不云 长得也大小不一 这个原因找到了 那杨赌菌死亡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了 亲人姐 你看一下我的记录 就是我每天都要记录一下 它的几个气危 最近三月十几号 还有几天的高温 对 这几天你看 十二点半 二十八点五度 这个西棚二十八度 最低温度 最低温度四度 高温高低温低 这样忽高忽低的温度 特别容易造成这种幼股死亡 而且这个也能看到 这种高温灼伤的痕迹 你看这个顶部 像这样的就是高温灼伤过的 就是还是主要是 高温灼伤 温差大是吧 对 温差大 高温灼伤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像这个菌饼变黄了之后 它就是高温 高湿 闷 容易造成这种菌饼发黄 然后死亡的现象 根据田养民的具体情况 周晴晴指出了下一步管理 要注意的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通风 而在检查大鹏通风口的时候 周晴晴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平常你通风就是 通过这个通风口通风是吗 对 对 对 三千两千两千 这个通风口你看 风进来之后 它是不是就是在这个位置 对 所以说太阳高温设下来之后 这个热空气它会逼着 进入这个地面位置 在温室大鹏内正常情况下 热空气上浮 冷空气下沉 一般上部气温会高于下部 而使用目前的通风口 外借冷空气进来后 会吹向大鹏上部 逼迫热空气向地表聚集 进而导致地表温度升高 我应该怎么做 最好的方法就是 在这个大鹏的60到80公分之间 就画个通风口 周晴晴建议设置的新通风口 通风时 外界的冷空气 直接吹向大鹏中部 根据热空气上浮 冷空气下沉的原理 地表温度就会显著降低 你像这个通风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 比较直观的标准 就是进到棚里边之后 觉得不憋闷 空气新鲜就可以了 我们到外边看看 我教给你们怎么划这个通风口 那行 那我拿把刀子去 像这种的话 就是离地面 60到80公分的这个位置 大概就在这里 可以划一道横线 或者挖一个这样的U型口 也可以 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这样就可以了 像两边都要割吗 对 两边都要割 因为它这样才可以透风 形成对流 对 形成对流 像我多远距离割一个 基本上按你这个就是 这个每个洞里边 割上一个就可以 行 这有几米 两米多吧 两米多 两米多 割一个就可以 好 养肚菌的生长 需要吸收氧气 呼出二氧化碳 通风主要是为了 给养肚菌提供新鲜空气 同时也有利于降低温度 而温度正是田养民 下一步需要注意的 第二个关键点 今天天气有点冷 我们最好把棉被给盖上 晚上那时候温度太低了 对那个孤芽也不好 哦 行 行 就在全封闭吗 哦 今天可以全封闭 早上那时候记得一定要这样打开 留这么大的缝就可以了 20公分吧 透进去光就可以 帮扶当天因为是阴天 气温比较低 周晴晴建议提前将棉栈封闭 以便保温 而平时棉栈之间也不要有太大的空气 这是为了让棚内的光照 不那么强弱分明 这个大棚呢 就是不是专门做的那种种菇的棚 你有时间到我们基地上看看 看看我们那种专门的种菇的棚 那太好了 去学习学习 来到乡土专家的基地 田养民会有哪些新发现 六分第四百斤 挺多 这个产量还行 女成富裔 周晴晴对石用菌 又倾注了什么样的感情 如果我儿子 有一天也来 从事石用菌行业的话 那就是一件更幸福的事情了 不要走开 稍后精彩继续 乡土专家帮田养民 解决了养毒菌出孤不云 死孤的问题之后 就邀请他到自己的种植基地参观 我们自己基地上种植的养毒菌 已经基本上采收完了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 我们包袱过的种植户种的养毒菌 好 清姐 这是你们的养毒菌大棚 是啊 你看 是不是比你们的高多了 你们那人到这 是吧 就比人高不了多少 你看这个大棚 对 所以说太阳光直射下来的时候 它离地面比较远 那个高温就在上面 下面这个地表的温度就比较低 所以说这个养毒菌大棚的这个高度 还是很重要的 对 找到种植户李鸿福 一进她的大棚 帮小妹就有了新发现 这里面怎么还有一层膜呀 对 这个就是大棚 套小棚的一种模式 主要是为了保湿 这个上面的孔 是不是就透气用的 对 既能保湿又能透气 所以给养毒菌提供一个小微环境 才能着上生长 大哥棚里的长势非常喜人呀 你看这吧 你看还行整体的 预计了一年产量有多少 这个大棚是六分地 六分地 然后已经采了一波了 现在情况看的话 三百多斤是没问题的 六分地三百多斤 大哥种养毒菌几年了 今年咱是第二年种 第二年 嗯 头一年种的话也不行 因为自己瞎琢磨 没想到这个养毒菌种植是 对这个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对 我是深有体会的 后来在群庆指导下 今年咱们这个长得挺好 你看这个菇都比较健康 对 菇性也挺好 对 所以今年产量也上来了 长势非常好 参观完李鸿福的养毒菌 乡土专家又带着田养民 来到自己的种植基地 天天姐 这里面产量有多少 这边没具体算 应该有个四百多斤吧 四百多斤 对对 也是六分地棚吗 对 也是六分地棚 六分地四百斤 挺多 没人羡慕 这个产量还行 反正从那个菇根你看 还能看出来 出得比较稠 便利麻麻的 对 你看看这个大棚 跟那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肯定发现了 我刚进来说 感觉那个棚里比较亮一点 尤其是那个大棚膜 那边大棚膜有点发绿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的那种 说这大棚的那种白膜 对 请你说这个绿膜和这个白膜 哪个更利于这个养毒菌种植啊 其实呢 整体来讲的话 绿膜可能会管理更便捷一些 因为它是把太阳光直射的 那个太阳光折回去 然后进入棚内的是散射光 尤其是在养毒菌的后期 你像温度越来越高了 对吧 那这个防高温 这个很难做 绿白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想要它提早出沽的话 肯定还是要白膜 因为它更容易增加这个机温 这更有好处 对对对 到时候看养明哥怎么选择 对对 因为养毒菌种植啊 光照温度其实是难点 我们关于这种摄氏大棚的大棚膜 做了很多的对比实验 用过黑白膜 白膜 蓝膜 绿白膜 实验的结果呢 其实这种绿白膜更省心省事 在周晴晴这里 养毒菌采收之后 会继续种植养毒耳 猴头菇等高温型食用菌 目前还没到种植时间 只能在办公室 看到去年加工好的一点干品 而在斩架上 一本荣誉证书 吸引了田养民的注意 请姐姐参加我农稿校的培训 对对 我们也经常出去学习 这是结业证书 荣誉证书 被评为了一个优秀学员 看来学习还算认真 现在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好的时代 真的是给了我们更多的 这种学习的机会 尤其是你像杨肚军 杨肚尔这种就是 相对年轻的品类吧 其实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那就是要时刻地去学习 老爷子过来了 你好 叔叔 您好 您今天忙完了 我们坐这儿喝点水吧 周晴晴的父亲周不休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就开始种植平枯 后来又陆续开发了 黄色金针菇 银儿等 因为起步早 又善于钻研 他们的食用菌产业 一度成为当地的一块招牌 在2016年 周晴晴和父亲商量之后 决定开发一些珍稀食用菌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他们开始种植养肚菌 刚开始种植也成功吗 没有 没有 对 它之前是在南方地区 种的比较多一些 北方地区很少很少 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 按照四川的那种 南方的栽培方式做的 所以是失败的 后来也就开始 这个考虑说 得开创我们北方的 这种栽培体系 转变了另外一种思路 在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有了一些转机 经过几年的试验 他们不仅自己种植成功 还带动了周围许多农户 一起发展 在这期间 周晴晴对食用菌行业的感情 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过去我们说农业是 老年人做的事情 你看到农村里边都是老年人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园区里边 好多年轻人 比我还小 好几岁的年轻人 都愿意来学习这个食用菌 这个成就感真的是 和之前那个传媒工作 带来的个人的光鲜亮临 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的你应该是感觉 非常幸福的吧 对 非常幸福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是 爸爸的梦想变成了我们的梦想 我也希望如果我儿子 有一天也来从事食用菌行业的话 那就是一件更幸福的事情了 为了做好食用菌这个产业 清醒姐他们是接待人来付出 这种精神让我很敬佩 我感觉我也应该把目光 放得更长远一些 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 就应该坚持下去 努力把它做好 并且认识了这么专业的老师 以后应该给他们多多学习 我也有信心做好 回到自己的基地以后 田阳明开始按照这几天学到的技术 加强日常管理 2020年7月 田阳明给邦小妹 发来一段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邦小妹你好 今天的养祖金都已经收完了 朋友已经撤了 我算了一下 摩产量大概有三百多斤过 一共卖了将近五万块钱 虽然离我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但也不错了 我想明年 把建几个像周老师那样的大棚 然后他教给我的那个方法 再尝试一下